众所周知,临时辩证,此乃兵书上所讲的大计,距离市域赛第二阶段小组在开战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,可在这个节骨眼上,中国蓝鞋却突然变化, 对南蓝征战市域赛12人名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,国产小鲨与陶汉林在关键时刻逆袭成功,击掉了杜丰爱图州站东,有幸搭上了征战市域赛12人名单的末班车,事实上,在前几天方间就已经曝出了南蓝市域赛的基本大名单,此番跟随球队出战的只有13名球员, 这也就意味着,杜丰只需要在13人中挑出一个,其余剩下的就将代表中国队出战于黎巴嫩和约旦的比赛,而从早前媒体公布的大名单来讲,这个被挤出局的倒霉蛋,便是来自山东队的陶汉林 然而,在蓝鞋大名单出炉后,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一致的,不少人表示看不懂蓝鞋的操作,从大名单上来看,杜丰此番戴上了郭爱伦,于德豪,吴浅,胡明轩,陆伦伯以及周站东六大后卫,而内线配置上却只有韩德军,李小旭和胡金秋三人,这其中纯中锋只有韩德军一人。 面对西亚境旅,南蓝这内线配置,这能扛得住对方的轮番轰炸吗?很显然,意识到内线的薄弱以后,蓝鞋并没有像以往一样,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,反过来,再意识到后卫显人满为患,而内线却捉进剑轴后,蓝鞋在随后便立刻采纳了外界的建议,深夜临时更换12人大名单,在蓝鞋最新公布的12人名单中,小鲨鱼逃看林 蓝鞋的名字,已经赫然在列,而周战东则不幸成为被踢出局的对象。在陶汉林回归以后,蓝鞋的内线实力,自然而然将变得更强。 而且,随着陶汉林的重返,习惯了4号位的胡金秋,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。5号将由韩德军和陶汉林把守,有了陶汉胡三大内线,杜丰在排兵部阵上,也有更多的选择。 最后,我们还需要对蓝鞋的果断出击表示点赞,这话在以往,那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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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